要去台灣星光大道 江澄會要登場了 那麼這次台聯講說 要在江澄會當天要如影隨形的來抗議 但是靖平 我們好像沒有聽到這次民進黨要抗爭 民進黨這次是 他們的立場是說務實理性 然後嚴格監督 不打算規劃什麼抗爭的活動 但是我們都知道以前那個 之前江澄會在原三飯店的時候 第一次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發動大規模的抗爭 甚至爆發的流血衝突 然後甚至還有圍金華酒店 那個整個包括跟台北的一些警力 發生衝突 所以包括這幾次的那個江澄會的 那個在召開的同時 不管是在台北召開 或是移到外縣市 都可以看到當時民進黨 會有一些部分的 或是當地的民意代表 會發動支持者去抗議 那這一次民進黨中央他是定調 因為包括 可能不知道什麼 因為這可能那個 國務委員會比較清楚 但是因為蘇貞昌 他現在不是要設立中國事務部 那整個他們就抱持的 有很多像對於 這一次的兩岸投保協議 就抱持著三質疑 幾個三結論的一些立場 就是去質疑這個兩岸投保協議 本來民進黨他就是主張說要制定了 只不過這個 到底你的內容是明確嗎 你是不是還是一個空洞的一個東西 你是要跟大家講清楚 所以民進黨是認為說 你可以去質疑這個東西 但是個別的黨員 或個別的支持者 你有一些私下的抗爭 我呢他不禁止 但是嚴格來說 他至少不是由黨中央來那個號召 但台聯就不一樣 因為台聯好不容易 他現在至少在立法院 有幾席立委的一個空間 他必須維持他的一個政治能量 所以尤其到江澄會 這麼一個重要的一個政治舞台的時候 他當然要說他如影隨情的抗議 不管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 所以在這個立場上 我覺得江澄會的在這個 在這個舞台上政治戲份的搶戲 有沒有像過去那麼重 我覺得慢慢的會稀釋掉不少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已經看到這一點 好的委員 剛才靖平有提到這個中國事務部 之前我們在節目上面也在討論說 這個謝長廷是不是要來出場 這個中國事務部 他很想去大陸 他很想這個位置 結果最後出來的是一位學者 對不對 然後是他是什麼財經專家 一類這種副教授 跌破眼鏡說 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樣 這是不是代表民進黨真的在 兩岸的事務上面 現在有一些的新的思考 一定會有一些新的做法 你剛剛講的那個是中國事務委員會 這個還沒成立 委員會跟部 那個是有決策性質的 那中國事務部是幕僚 那他找洪才龍 他本身就是研究FTA WTO的專家 其實他是一個很正派 很專業的學者 那就是研究經貿 所以這意味著蘇貞昌未來還是比較著重兩岸經貿 他希望能夠提出一些正面的主張 不像以前就是只有制衡 說NO這樣 那其實我要說明一下第一次為什麼會有那個大的示威 那個其實我們那次主要是在抗議它是一個不透明的一個協商 就是說其實那經過那次到這一次 其實現在那個江城會的議題就比較台面化了 那跟上次不太一樣 那次其實要談什麼沒有人知道 那陳昀寧第一次來嘛 那跟江銘坤跟國民黨 我們也看到他來就拜訪各黨主席嘛 那那個一副好像奉他為這個上國來的大使 他事實上只是一個 我們也不要說他是什麼咖啦 可是級別沒那麼高嘛 結果我們這邊所有的黨主席都要好像把他當成什麼特使啊之類的 所以是確實有一些情緒上的 那當然也包括那個時候還發生那個三綠七安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的 對這個事情也很不滿意 三綠七安那個時候什麼毒奶粉之類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其實 這個現在就是試過境遷 民進黨現在也發現就是說 其實真正的就是老百姓要看你能夠改什麼議題嘛 而且這次的議題非常明確 投保跟海關這兩個協議 非常明確而且早就知道了 那人家期待你的可能就是你要提出有什麼新的主張啊 國民黨沒有想到的啦 可能這方面才能夠真正的加分嘛 好那麼蕭文哥最近我們看到這個民進黨好像在於兩岸政策方面 可能也是這個選舉的時候踢到鐵板啦 這次好像比較有在加速動作比較大好像跟以前不一樣 有沒有任何的那種卓飛而今世的感覺啊 他們的這個政策 當然這是這是毫無疑問的 那當然剛剛正亮非常辛苦的去美化了就是說四年前的那場的抗爭 那場的抗爭對照今天的務實理性就是告訴你當年是多麼的不務實 多麼的不理性 那在當時並沒有 就人家其實來所有的意義就是不在於什麼什麼什麼安盤交易 沒有什麼安盤交易 這沒有調整啊 那基本上面就是就是就是你第一次來 那當然給你盛大風光一點 那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步嘛 現在都已經是按部就班了啦 就了